好 今天國際間的話題來關心 川普重返白宮 川普2.0 這會不會是延續中國的歌喉戰呢 我們就來分一步步的分析 看到日本資深的石板明夫 成立的印太戰略這個智庫 最近就發表了台海情勢的報告書 分析了川普當選之後 對台灣的正面還有負面影響 第一個就來看到這川普 對於這個外交國防政策 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習近平政權在考慮對台動武時 因為難以預測川普政權的反應 在制定上可能就面臨 局大的挑戰 那麼川普多次向台灣都說 要收保護費 台灣向美國交互保護費的方式 可能就是購買軍武為主 所以換句話說 增強台灣的防衛能力 那麼中共武力犯台成本 未來就會增加 那麼第三個就是川普 他在第一個任期 曾經發動了中美貿易戰 如果持續就會削弱 中國的經濟還有國力 但是負面來說的話 川普說話因為口無遮攔 所以在國防外交 重大議題上常常會用一些 不夠嚴謹的言語 中國會不會過度解讀呢 造成習近平誤解 這個美國的對台政策 做出一些錯誤的判斷 再來川普的外交國防政策 因為偏好獨來獨往 和日本 韓國 北約等同盟國的配合度 可能不高 所以可能因為這個經費的問題 跟同盟國產生矛盾 當然這些矛盾 可能會給中國 劍縫插針的機會 最後川普對亞洲事務的不了解 當然這也是原因之一 我們就來看到呢 那如果在台灣方面 專家又是怎麼看 這個是財信傳媒董事長 謝金河他就提到 他說美國英特爾市值只剩台積電的一成 他就說大家去想的問題就是 美國需要台積電 還是台積電需要美國多 他說最簡單的一個問題 如果是台積電是中國的 那中國 美國會再次偉大嗎 今天的晶圓代工成熟製程已經被中國打爛了 如果台積電也被打趴 那川普是不是眼睜睜的看著中國再次偉大呢 所以看到川普的立場 美國其實當之前對於中國 所打出的中美貿易戰 的確就有影響 影響在哪 我們看到這份數據 中國的晶片公司 五年內就倒了2.2萬家 這份數據是根據中國的海關總署的數據 今年前七個月 中國的晶片進出口貿易差額達到了台幣3.9兆元 主要原因就是呢 因為缺乏關鍵的核心技術 還有缺乏投資 以及政府的澳元 這顯示中國呢 在高階晶片上面還是受限於人 那高度依賴進口 所以未來這場敘中歌喉戰 台積電也成了關鍵了